好,看一下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流程啊,这个流程要知道,然后呢,下面给大家分析一下啊,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的天天时间项目啊,决定做完之后啊,它里面呢,需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功能啊,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啊,给大家简单说一下,那么在我们这边呢,首先啊,我们昨天呢,发给大家的这个页面啊,发给大家这个页面,那么这个页面里面呢,我们说有一个页面的说明啊,它这里面呢,就有一个先用的介绍啊, 那么在这些页面里面呢,那么有几个页面呢,它是属于这个用户啊,相关的一些页面啊,比如说这个用户的注册,然后呢,用户的一个登录,还有下面呢,这有三个页面,用户中心的信息页,用户中心的订单页,还有用户中心的收获地址页面啊,那么这一部分呢,我们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注册啊,这个页面啊,那么注册这个页面的话, 哎,我们需要实现的一个功能,那么,首先,在这边呢,你需要呢,完成用户信息的一个注册啊,就用户呢,他输入这个用户名密码啊,对吧,邮箱之后,你点击呢,应该呢,是完成这个用户信息的一个注册,然后呢,还需要呢去,哎,用户名呢,如果已经被注册的话呢,你却不能让他进行一个注册啊, 然后,还有呢,就是,在我们之前,哎,你去注册一个网站的用户的时候,你注册完之后,对吧,他会给你的这个邮箱啊,发一发一封邮件,在邮件里面呢,有一个激活的链接,啊,你点击这个链接呢,去激活你的账户啊, 那我们这里面也有啊,就给用户的注册邮箱呢,要发送一封激活的邮件啊,那么用户点击邮件中的激活链接呢,就可以完成这个账户的激活啊,那么这一部分呢,是跟我们这个注册页面啊,相关我们要实现的一个功能,那么注册之后啊,用户呢,需要进行一个登录,那么这个登录呢,就是我们这里的login这个页面啊,那么在这个页面需要完成的功能,就是用户呢,输入这个用户名密码啊, 点击登录中呢,就要完成用户的一个登录过程啊,完成用户的登录过程啊,就是实现用户的登录功能啊,这是这个页面啊,然后呢,下面呢,就是我们跟用户相关的啊,用户中心的这几个页面,那么这几个页面的话啊,首先有一个用户中心的信息页,哎,这个呢,是这个U的Center啊,CenterInfo,CenterInfo啊,这个页面,这个页面呢,是用户中心的这个, 个人信息啊,那么个人信息啊,那么个人信息啊,需要实现的功能啊,首先这一部分,你需要呢,去对用户的个人信息呢,进行一个 显示,然后 下面的这一块呢,还要显示用户最近浏览的商品的 信息啊,商品的信息啊,那么所以在我们这边 用户中心的信息啊,显示用户登,显示登录用户的信息,包括他的用户名,电话和地址,那么同时,页面下方需要显示出,用户最近浏览的商品 信息啊,商品信息啊,OK,这个是用户中心的这个信息啊,那么在这边呢,还有一个对应的啊,收获地址页面,那么在这个 收获地址页面呢,它是这个User Center Site啊,那么 收获地址页面,需要完成的功能,那么 显示出用户当前的 收获地址,那么 这里面呢,下面有一个编辑框,你在这里面呢,你可以呢,进行 用户收获地址的一个添加啊,一个添加,那么 这一部分呢,就是我们这个,用户中心收获地址页面,显示他的 默认收获地址,页面下方的表单呢,你可以新增这个用户的 收获地址,好,这是这个页面啊,然后呢,除此之外 这里还有一个,全部订单啊,User Center Order 这样一个页面啊,那么这个页面进入来之后呢,它要 显示出这个用户的订单 信息啊,显示出用户的订单 信息,好,这里面是用户中心啊,这一块的 功能啊,这一块功能,然后 其他的啊,跟用户相关的功能,就是 用户 他没有登录的话,我们这边呢,给他显示的是登录和 注册,但如果用户一旦 登录之后的话,这边呢,就应该显示出这个登录的 欢迎信息啊,欢迎谁,哎,你登录了,对吧 哎,那么这个呢,就是如果用户已经登录 页面顶部呢,要显示这个登录用户的 信息,好,这一块呢,就是啊 跟我们用户相关的,哎,这一块的功能 好,下面呢,还有几个页面呢 它是跟这个商品相关的啊,那么 这些页面里面包括哪几个呢,包括这个 首先,首页 index 页面啊,然后呢,这个 list,哎,商品的列表页面,还有这个 detail 商品的相机页面啊,那么这三个页面呢,是跟我们的这个 商品相关的,下面呢,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先说一下首页 哎,我们在这里面呢,需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那么首页的话,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里首页呢,就对应这个这里面的index啊,这个页面 在这里面 写上一个啊,index,哎,这样一个页面啊 那么index这个页面的话,首先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啊 那么 这个欢迎信息,我们就不带看了啊 然后呢,我们开始呢,给大家说这个 首页上面的这一部分啊,那么 首页呢,哎,这里面呢 看到这一部分啊,有一个商品的分类 对吧,那么 这个商品的分类啊,它的信息是从哪来的呢 我们允许呢,管理员可以在后台呢,进行一个 编辑啊,所以这一部分内容 需要呢,去动态的进行一个指定啊 我要在这边显示这个种类,哪一种类啊 标题是什么啊,那么 在我们这边呢,就是动态获取商品的种类信息 并显示啊,并显示 这是这个功能,然后呢,这边 首页这边呢,还有几个轮播图啊 这个轮播图呢,是轮播某一个商品啊,比如说我要推荐哪一商品 对吧,我就可以呢,把它去 在这上面进行一个推荐啊,轮播图 那么这个轮播图的话啊,我们呢,也是 能够让管理员呢,在后台进行一个动态的指定啊,所以这一部分 第二个功能,动态指定首页的轮播商品信息,我就在这边我要展示哪些啊,展示哪些啊 那么跟他对应的这边呢,还有一个首页的活动的两个页面啊,两个页面 那么这两个页面的话,我们也是呢 允许这个管理员在后台呢,进行一个动态的指定啊 动态指定,比如说,我现在这两天,这个活动是他 过两天我又换了啊,我需要动态的指定啊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就是动态指定首页的 活动的信息啊,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啊,这一部分啊 那么,看这是我们这一块 然后呢,你再往下看啊 现在呢,每一个种类的商品 它都有一个对应首页要显示哪些,对吧 首页要显示哪些,这边呢 我们显示四个,那么同时呢 你要注意这边呢,还有三个标题啊 这些标题呢,也是商品的标题啊 你点击,它会跳转到对应的商品详情页面啊 商品详情页面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内容怎么去显示啊 首页上面的内容 我们也是允许它能够动态指定 我指定谁显示,谁就显示啊 那么,所以在这边 那么,还有一部分呢 就动态指定首页显示的每个种类的商品啊 包括这个图片商品或者文字商品啊 这什么意思啊 那么图片商品呢 我指的是这一部分啊 指的是这一部分 你可以动态的指定 哪些商品呢,显示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文字商品在哪呢 在这边,在这边啊 我也可以动态指定 哪些商品呢,显示在这个位置啊 动态的进行一个指定啊 这是我们要完成的一个功能啊 下面的这几个种类的都是一样的啊 都是一样的 OK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点击某一个商品 哎,跳人到这个商品的 详情页面 哎,这是这个首页啊 然后,然后呢 下面我们开始给大家看这个 详情页面啊 这个详情页面呢 是这个 detail点 那么 这个详情页面呢 你就也首先 你到达一个商品的详情的时候呢 这里面呢,是显示某一个具体的商品的详情信息 所以我们在这边呢 商品首页首先要显示出来某个商品的详情信息 然后在这个页面上方呢 还会有一个新品推荐啊 就是跟这个商品同一个种类的新品推荐 那么,所以在我们这边 需要在这个页面的左下方呢 显示出该种类的商品的两个新品信息啊 这是这个详情页面啊 详情页面 那么这里面呢 还有这个菜单 你点击某一个菜单的时候呢 它应该跳转到这个商品的列表页面啊 这个列表页面呢,就是我们这个lis啊 就是这个lis 那么lis的这边呢 它是显示某一个种类的商品的列表信息 并且呢,进行一个分页的显示啊 在这里 显示出某一个种类的商品的列表数据 并且呢,分页显示 并且它还支持这个默认 价格 还有呢,人气进行排序啊 进行排序 OK 那么,同时这个位置也是一样 这个种类的两个新品呢 你要在这边显示出来 所以我们在这边呢 还要显示出该种类的两个新品 信息啊 像这里面呢 是我们的列表页啊 然后呢 跟这个首页 详情页列表页都相关的一功能 就是这个页面上方的这个搜索框 那么你在这里面去搜索这个某一个关键字的时候 你点击搜索 凡是商品里面呢 符合这个关键字的都应该呢 进行一个显示啊 所以这一部分还有一个功能呢 就是通过页面的搜索框呢 去搜索这个商品的信息啊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啊 就是跟我们这个商品相关的 这样几个页面 然后呢 在下面呢 我们就给大家说 购物车相关的啊 就是用户呢 他在这个列表页 点击这里 或者是这个 详情页啊 或者详情页 点击这里 都可以呢 将这个商品呢 去加入到对应的购物车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就是列表页和详情页 将商品呢 加入到购物车 然后同时 购物车相关的 还有哪一部分呢 注意啊 首页 详情页 列表页啊 他们的这个 右上方都有这样一个 我的购物车啊 都有这样一个 我的购物车 这样一个页面啊 这样一个页面 那么如果用户呢 登录之后 首页 详情页 列表页 这个页面呢 这个位置呢 应该显示出 登录用户购物车中 商品的数目啊 商品的数目 一共有多少个 OK 那么 再然后呢 就是我的购物车 这边呢 它有一个对应的 我的购物车页面 叫做cut点片面啊 那么在这里面呢 购物车这个页面 首先你应该显示出 这个登录用户的 购物车里面的 商品的信息啊 商品的信息 那么 显示出这个商品信息呢 还可以呢 对这个用户车 购物车中的商品呢 进行一个操作啊 比如说我要点击 这里面增加 减少 或者是 删除啊 删除 这样一个操作啊 这样一个操作 OK 那么 这一部分呢 是跟我们的 购物车啊 相关的啊 那么 你选择好这个商品 之后呢 我们可以点击去结算 你点击去结算呢 它会跳软到这个 Piles order 提交订单 那样页面 那么这些呢 就是跟我们的 订单相关的啊 首先我们给大家说一下 订单相关的 就是提交订单页面 在个用户 一点击到这个页面的时候 你应该去显示出 这个用户的 所要购买 想要购买的 这个商品的 信息啊 商品的信息 这是这个提交订单 页面信息的一个显示 然后呢 再往下呢 就是啊 用户呢 他在 这个页面的下方呢 他可以点击这个 提交订单 他一点击提交订单 我们就应该在这个 后台呢 去生成一个相应的 订单啊 那么 这里面就点击提交订单 完成订单的一个 创建啊 完成订单一个创建 那么还有一部分呢 跟这个用户中心 跟这个订单相关的啊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用户中心订单页 订单的一个显示啊 Uda Center Oda 就是用户中心 那么 用户的订单信息的一个显示 那你比如说 用户呢 点击这里的 下完单之后 他要去付款 那么一去付款的话 你就应该呢 给他跳转到一个 支付的页面 让他完成这个订单的 支付啊 点击支付 完成这个订单的支付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是跟我们这个 订单相关的 这样一功能啊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是给大家 简单看了一下啊 我们这个项目的需求 我们最终要实现的一个 功能啊 就给大家过了一下 这个需求分析 给大家看